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2月13号星期天的下午5点钟 欢迎收听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好 现在大家收听的 就是在我们台北的频道是91.7 那么现在新竹的也加入我们的联播网的系统 所以在新竹的朋友也可以同时听到我们的节目 是FM90.7 在这两个频道都可以听到我们POP联播网的节目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人生当中认真赚钱的意义 就是为了要旅游 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为什么很认真的在赚钱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我认真赚钱并不是为了要买什么东西 或是不是一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旅程这件事还有旅游这件事 是你一旦进行之后 你就永远无法停下来 而且你会在你的旅程或是旅游当中 你会获得好多好多的收获 所以后来我就常问朋友 虽然也是陈启臣的歌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你们希望在旅程里面带走什么 或是看到什么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讲出来的答案都不一样 我才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但当然2020年今年度真的是蛮悲伤的啦 因为虽然说台湾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有熟悉的语言 然后熟悉的生活环境 虽然你不见得对每一个县市都很熟悉 但毕竟你就是不会就是问人嘛 路就是长在嘴巴上 也没有多难的一件事 但我觉得今年剥夺大家出国去旅行的权利 其实也是剥夺大家出去看看 也许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里觉得很幸福 看看别人的世界才会知道我们自己应该珍惜 好我们今天在现场请了一位小美女 真的很蛮美的 然后呢她以前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现在出了第二本书叫做留下来生活 我在介绍她出来之前 我先让她来听听我现在手上的这份资料 看看别人对于旅行这件事是什么看法 就是吴康仁 大家对吴康仁在过去 他诠释的各个角色都会很印象深刻 譬如说我们与二的距离里面的王社啊 之类等等都会觉得吴康仁在 他在演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吴康仁的style 但是很多人都问吴康仁说 他在之前接受专访的时候 大家就问他说那你放松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或是说你想要看到不一样的生活是什么 他就说就是旅行 可是你知道旅行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好像是已经累了才会想到休息 然后很多人认为说 你旅行是为了逃避生活的一种方式 当你不想面对一件事情 不想面对失败的感情 不想面对现在很糟糕的人生 很多人都想说那不然就去旅行好了 好像很多事情都能放下 但大家有没有反过来想一件事 当你真的觉得你很累 好像来一场旅行的时候 其实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你的压力已经累积过多了 然后吴康仁版的旅行是什么呢 记者就问他 他就说以前他觉得是一种选择 选择不要只是看到想要看到的东西 是用你的五官去感受到你所看到 所想体验的经验 所以他说他以前出门的时候会很没安全感 我以为这只有女生会有 像我 出门的时候就带一个超级无敌大的登山包 然后没想到现在东西是越带越少 够用就好 不是什么都一定要带回了 他说旅行的重点不是在于你带去什么 而是带回来什么 而带回来就是自己的收获 也是别人拿不走的 好 为什么我要用吴康仁的这一段话 还有这个访问来引我们今天的作者 原因是因为我在他书里面看到了一段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 然后呢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 我也好好的稍微停下来思考一下 就是旅行对他来说 任何是实体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的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身外之物 哇 这么有哲理的话 但是他哦 今年还不满三十岁才二十出头没多久而已哦 来我们来欢迎作者米卡 哈喽大家好 哈喽一沛我是米卡 好 米卡我原本看了你的文字啊 我会觉得你可能已经超过三十岁了 或是有一些人生的体悟 可是你写出来的文字 还有你的想法 都好不像你现在的年纪哦 有时候跟朋友聊天 他们会突然说 你四十岁吗 你就是有一个老灵魂啊 好像是耶 然后我妈都会觉得她看我的书 好像跟我的人搭不起来 因为可能在她的印象当中 我还是一个小屁孩 所以她有时候会打电话来 就说可是我就是记得你很幼稚啊 你怎么会好像长出那么成熟的话 所以我觉得她不够了解我 但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就知道你自己是可以 对于很多事情的感官打很开 对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 也许很多人要到四十岁 或者是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才会有这样的人生体验 可是你在很年纪很小的时候 你就把感官打很开耶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有自己擅长的东西 然后我的话可能就是观察跟感觉 所以我从来就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 然后很多脑袋里面的小世界 然后甚至我一个人走在台北的街头 我都可以就脑袋里上演一出剧场 然后会很容易可能感觉到空气的味道啊 或者是旁边的人走路的声音啊之类的 就比较敏感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好事 像我身为演员 或是很多人身为演员 这件事是要不断的不断的练识 也许有些人天生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 观察能力不够强 或者是要强迫自己去做这样的事 可是你就是天生无感打很开的人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能力耶 只是愿不愿意去开 因为他有的时候一开 你会接受到太多的那种感觉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 啊没办法复合 你现在目前还可以复合吗 你现在到底几岁 二十六 年纪超级 大家去看一下米卡的书 留下来生活 这本书里面写 我一直觉得我在跟四十岁人对话 就是老灵魂 对就老灵魂 老起来放 但是你距离这本书 留下来生活的上一本书 你是出了什么书 四年了对不对 嗯 这是我第三本书 然后第一本是在远方醒来 它是我21岁的时候出版的 然后中间还有一本叫做 路上慢慢想 一直到现在这本是留下来生活 嗯 那为什么到现在要想要留下来生活了 这本书的书名的意义是什么 嗯 其实很多人会一看到觉得是不是因为因应疫情 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巧合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是 我是把这本书完成之后 才开始想它的书名 然后想 呃 会看里面的内容 我就觉得有很多关于去跟留之间的事情 嗯 然后以及 可能寻找一个自己的归属 或者是一个像家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有一句话是说 旅行就是从自己活逆的地方 去别人活逆的地方 嗯 然后 很有意思 对 可是我就觉得 其实活不活逆是 自己心里反映出来的 嗯 那其实是可能没在台北的生活 可以觉得它很无聊 可是也可以觉得它充满了新鲜跟刺激 嗯 永远都会有你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留下来生活 其实是一种 嗯 找到一个你想要留下来的生活形态 嗯 跟生活的方式 嗯 所以你即使是在旅行 在其他的国家的时候 嗯 你会在每一个地点停留 然后找到你要留下来的方式吗 我觉得 我个人会比较倾向在旅行中生活 跟在生活中旅行 嗯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就是像 一般来大家会觉得可能旅行就是 很新鲜感很快乐 就可能一搭上飞机就会觉得 耶就是出国咯 就很开心 哦就是我 就是我本人 啊对 我只要一看到 我只要 而且我搭飞机一定要做靠床位 啊要看外面 只要不是靠床位我就会翻脸 然后我就会跟别人换 硬要靠床位 对 因为我就是想要看那个云 对 因为我就觉得那些云会承载着 把我带去别的地方 啊浪漫哦 嗯 所以呃我 可是很多人呢 会可能在回来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郁闷 然后我之前也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状态 我就在想说为什么 然后就发现 其实在我们搭飞机那一刻 就开启了快乐模式 嗯 所以我想说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把这个快乐模式 也放在生活里呢 当然可以对旅行充满期待 但是 生活如果我们也可以对它充满期待的话 我们不就会一直延续那种旅行的快乐 对很多人来说 为什么回来会 会变成一种郁闷模式 原因就是因为玩太爽啊 嗯 然后回来之后就觉得要面对工作 面对老板 然后面对一大堆 就是生活上的琐碎的事情 很多人都会认为 旅游这件事情 是丢掉很多生活上 你不想做的事 嗯 因为你到了别的地方 那些事都不用做 柴米油盐酱醋茶 那些讨厌的人际关系 你都不用去面对 对 我觉得那比较像是度假 嗯 我们这边讲的旅游 可能比较像 刚刚 呃 康仁哥有讲到的 就是是一种流浪 然后一种看到路上 不同的事情 然后别的文化当中 不同的生活方式 那种流浪 好 我们广告之后 想要来跟米卡聊聊 就是因为我看了你的资料 还有你的书 我觉得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少女 当初第一次踏上的旅程 去了埃及 然后我就心想说 通常19岁的少女 如果真的很想要自己出国的话 不就是应该日本韩国吗 什么美国加州阳光 怎么会想要去埃及 嗯 然后你因为踏上这样的旅程 就一路旅游 完全没有间断过 一直不断地 回不来了 其实我很想听你的故事 而且你脑袋也在 到底在装些什么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2月13星期天的下午五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出了这本新书 叫做 留下来生活 作者米卡 然后我必须一定要 再重申一次 因为她今年才26岁 虽然看她的书会觉得 天哪 她一定有好多人生的体悟 好米卡 19岁的时候 为什么就是会想要 踏上埃及 这个地方 那是你人生第一次出国旅行 还是不是 是第一次 自己一个人 对 没有父母 没有家人 这样子 对 我觉得是缘分吧 什么样的缘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大学一年级 所以对我的厂是一个 很多在探索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也是 一个人从高雄来台北念书 所以很多事情对她都很新鲜 然后也充满了好奇 我觉得一开始是很开心 想说 哇 我终于到了 就是台湾的首都 大城市这样 然后就突然发现 除了台湾之外 外面的世界还好大 我就想说 那我也想要出去外面看看 那 为什么会选 埃及呢 其实首先我只是想选一个 很陌生很陌生的地方 就是那边不会有任何 我认识的人 甚至语言可能 不是任何我熟悉的语言 然后 就是想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等于是通常 没有 可是通常大家会选择是一个 没有那么陌生的语言 而且重点是你 自己一个人 又没有父母的情况之下 你都不会害怕吗 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种觉得 一定要够陌生 我才可以跳脱所有框架 然后重新认识 不管是这个世界 或者是我自己 那种感觉 所以就选了埃及 对 这个听起来很像什么外星人在讲话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我是水瓶座 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任何被认为 是外星人会想的想法 因为我很常被我朋友讲说 你到底在讲什么 开心 好 然后呢 就去埃及 然后 去了之后 我就觉得那一趟旅程 对我人生意义重大 因为是那一趟之后 就发现我真的很喜欢 旅行这件事情 然后我很喜欢跟不同的人讲话 就是不管是生活上 或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 因为我觉得 透过跟别人的一来一往之间 会有很多的火花 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问你 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但是他一问了 你必须要回答 所以如果你就会想 你愿意的话 就有机会去思考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会开启很多很多不同的门 然后也可以透过 看到别人的生活方式 然后去想自己到底 想要什么 喜欢什么 嗯 嗯 所以你在埃及那一趟 你爸妈应该 尤其是妈妈应该很担心吧 其实 我妈妈就是 那时候我原本是要去 当国际志工 嗯 然后可是因为临时 就有些状况 所以没有办法 对 然后我就 跟他说 我改机票到埃及 嗯 然后我就没有多讲 我想说 就让他以为我要去当国际志工好了 我觉得很不可思 因为十九岁耶 然后 可是妈妈真的是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们 他们就是对女儿有种心电感应 嗯 我觉得全世界的女儿都不要想瞒过妈妈的眼睛 对对对 因为没办法 然后有一次他在晚上睡觉之前 一片漆黑里 因为我现在回房间都会跟我妈一起睡 然后他就说 你是不是要一个人去蜘蛛旅行 然后我就 登登 没错 嗯 对 所以那个时候才跟他摊牌了 可是他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担心 但还是蛮支持我 我爸比较不高兴 嗯 我爸就是觉得 就是啊你是怎样 他还希望我可以交一份那种旅游报告书给他 嗯嗯嗯嗯 对 然后 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跟他提到 就是我要去 飞走 因为埃及是在北飞嘛 对 然后我爸真的很不开心 然后他还跟我妈说 你为什么不劝劝他 对 结果我妈就说 我觉得只要不是伤害别人或犯法的事情 以前都很鼓励女人去尝试 你妈妈是真的很支持 而且他很开明耶 嗯 重点是如果我有一个19岁的女儿 他跟我说他要旅行去埃及 一个人 我就一定会是 我没有办法 就买一张机票跟他去 对对对对 我就心想说那我就跟在你后面 我不要打扰你的旅程 好不好 但我就是默默会跟你住同一个饭店 或是跟你去同样的行程 就是这么刚好 对 就是不在旁边 还是会放不下 因为你是19岁 如果你说你是29岁 那我就觉得可以去 嗯 可是19岁就很害怕被骗啊 而且重点是要不是 又不是那种感觉治安很好的地方 对耶 还是下次访问一下我妈 对啊 我觉得我妈妈到底是什么样的 她很妙耶 米卡妈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她是一个就是 我从小她就对我非常的放任的状态 嗯 对 可能我觉得一开始是她很忙 可是久了就互相习惯这种模式 嗯 我记得我好像从国小 一二年级 就开始自己去剪头发 一二年级 对 我就是会今天出门 然后突然变短头发回家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 从小活得很自我的女孩 嗯 到现在其实也是 就是很自由 然后可能因此造就还蛮自我 然后因为我是独生女 对 也没有人陪我玩 嗯 对 只有自己想办法 可是从小就蛮会自己想办法 可是你哦 你有没有算过说 你一年大概要搭飞机几次 哦当然今年不算 嗯 我说过去 之前的话真的很多耶 真的很多 而且有时候还会转机嘛 没有算过 那有时候会不会有那种 就是你已经去到第一个地方 然后你突然之间 一时兴起又转去另外一个地方 有 我也有遇过就是 好像我二十岁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年前嘛 然后在背包旅行 所以就是用非常低的那种预算 在买机票啊跟住宿 然后行程也都比较随性 然后我在土耳其的时候 我要从伊斯坦堡 我想说嗯 下一张要去哪呢 因为我想要往欧洲那边去 嗯 然后想说先去罗马尼亚好了 然后可是罗马尼亚它是一个比较 相对这样比较保守的国家 嗯 然后我去之前我就查一下 这样说哦OK 反正我们也免签 结果没做任何的 我们去罗马尼亚免签哦 免签它是生根 哦 对对对 好 然后我就指定了当天晚上的hostel 也没有做什么太多旅游计划 我就想说反正先去再说 结果我被拒绝入境 哦是吗 对因为他第一觉得我们是中国人 对 然后第二我的前面好像已经大闹过一场 就某个中国人没有签证 所以海关可能起步记忆不太爽 嗯 然后他就看到我们的护照 他就觉得我们也是中国 嗯 然后就一直跟他说我们免签 然后他就要跟我要我的旅行计划 嗯 我就说我没有这计划 没有你就跟他讲说我的人生都没有计划 他说什么旅行计划 我人生都没有计划 还给你旅行计划 对对我连今天晚上吃什么都不知道 你问我未来一个礼拜要做什么 对啊 然后他那时候还就是非常 就好像真的很不爽 他还问我说那你为什么有钱旅行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很努力 还想跟他解释什么的 他就是都不听我讲话 然后就直接盖一个章说你被拒绝入境 哦 所以就直接被拒绝入境 嗯 然后 那怎么办 我就在机场那边睡了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早上就 被原机送回土耳其 哦 嗯 哦 这是在你20岁的时候发生的事 对啊 我那时候因为一个人然后 被拒绝入境之后压力有点大 我还在车厂吐了一场 嗯 可是那一天 因为我一个人在机场 然后很冷 结果旁边就是那个 也被拒绝入境的中国人 他也在那边等 后来你们俩就变好朋友 有 有一点耶 他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中国阿伯 阿伯 然后他其实他说他跟他太太是从美国来的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移民美国很久了 可是他自己一直还没有拿到美国的护照 嗯 他太太已经拿到了 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其实是参加旅行团 对 然后他们好像就是说什么存了一辈子的积蓄 想要去多脑河 就是坐邮轮 哦 所以从罗马尼亚进去 结果他太太被就是入境了 结果他被拒绝入境 那我觉得他很值得大闹啊 因为那个心情上会受到很大的波动的影响 然后我就在那边跟他聊了一天之后 我就觉得自己面对就是小事情 嗯 因为我就觉得蛮心疼他们的 其实他们也 我觉得他们有点可能被骗 嗯 旅行社没有帮他们办好这些事情 嗯 然后就是他太太入境了 然后很孤单 然后他也很孤单 他就只能一个人在机场 嗯 然后等到隔天早上的时候 他太太就来 就是接他 嗯 他们就 一起要回美国了 就 哦 所以他就没有 哦 就要哭 这个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耶 对 所以他们存了一生的积蓄 想要去多脑河 就没了 就没了 他们就后来就回去美国了 对 而且当天晚上他还买了一瓶水给我 然后他还从他的那种随身行李箱 就是拿那种衣服 对 你会不会冷啊 拿给你 我觉得好悲伤哦 嗯 so sad 所以那整个晚上 其实我也没有为自己悲伤什么 就是觉得 他们的故事 嗯 嗯 但是你在旅行这么多的地方 应该是说我觉得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是 很多人常常会因为想要去某一个地方 但是想太多 嗯 然后也有人会觉得说 啊我如果有家庭有小孩 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 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很绑手绑脚 嗯 但是难道 虽然说你年轻你没有任何这些 我刚刚所说的 比如说家里 比如说妈妈妈妈也很信任你 爸妈很信任你 或是你还没结婚也没有小孩 因为毕竟还很年轻 但是难道没有什么事情 比如说感情的羁绊 或是什么什么 能够绑住你在一个地方 就是你一定要去了这么多 嗯 一直不断的很像是在流浪的感觉 到底为什么 嗯 我觉得之前的话 一是可能对世界的好奇 然后 我觉得所有流浪的人 可能心里都有一种在 找一个家的感觉 就是找一个让他觉得 很有归属感的地方 那我之前 很多多少少也有这种感觉 可是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使命感 什么使命 就是因为去完埃及之后 我就开始写作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想要把我看到 在国外 或者甚至是一些 对台湾来讲 比较不熟悉的地方 嗯 那些事情写成一本书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 嗯 就是这些国家 其实并不像刻板印象上面 想象的是 那么的危险和恐怖 嗯 可能当然不好的面相有存在 可是同时其实 还有很多好的事情在发生 嗯 我就觉得 我有这个体力跟时间 然后有这个心理 我想 我愿意去这些地方 嗯 可能它不是那么的舒服 嗯 然后觉得 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嗯 了解 欸 我觉得很 很酷欸 就是你年纪这么轻 然后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跟这样的使命 好 我们广告之后 我想要来问问米卡 就是在她书里面 有提到蛮多段 我觉得还蛮惊险 很有意思 也有告诉大家 要怎么样道别 然后也许道别 真的不是一场 轰轰烈烈的什么的 其中有一段是讲说 你北欧森林 你称为它是又痛又美好 到底为什么是又痛又美好 广告之后 再来问问米卡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 最有近 12月13 星期天的下午5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出了这本书 留下来生活的作者米卡 好 其实在北欧这个地方 是很多人都很想去的 可是听说你从不到哪里 然后转到北欧 其实是很意外的一件事 是不是 突然之间 哦对 那个时候 嗯 我那时候是去一趟 就是欧洲的比较 放松的旅行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 写完了我的第二本书 然后大学毕业了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好好的放假 我不要走那种以前很hardcore的那种行程 然后我就在欧洲 我去伦敦找朋友 然后去柏林 你知道都是很城市 然后很开心这样 就那时候呢 就突然有人约我 去北欧践行 110公里 嗯 我一听就直接拒绝 我觉得你这样也蛮棒的 很棒 我觉得很果断 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很知道自己不适合走路110公里 那时候我一开始就 我觉得我其实没有准备 那些要践行的东西 一定要有一些装备什么的啊 嗯正确的户外装备 对对对对 然后我朋友就说 我就带你去买啊 然后我就想说 呃好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蛮容易 答应别人邀约的 你耳根子很软是不是 就很容易被说服是不是 我好像很容易觉得 当有一个offer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会拿它 嗯 对 很有意思 很容易say yes 嗯嗯嗯 很棒 对 那男友跟你求婚的时候 不要太容易say yes 啊好 我会记得 我会记得 还是要好好思考一下 嗯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 我就真的去了 而且那个时候的选择之间 我是可以去意大利 或者是去北欧走这个艰辛 嗯 我就真的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方 我就是去了北欧 然后边走 就是边想说 为什么来这里 嗯 所以你是做了决定 你会 你就是勇往之前 不后悔的人 还是说 你还是会像一般的女孩一样 就觉得说 诶 到底为什么 我人要在这里 我 为什么不是在意大利 威尼斯河旁边 我会有这样子的 呃 想法 可是 我不会觉得是后悔 我会从这个想法里面 去想 到底为什么 嗯 因为毕竟我还是做了这个选择 然后我会想要知道 为什么我做这个选择 对 所以 就是边走 就边想 嗯 然后我觉得 蛮有意思 因为当你在 大自然里面走 长长的路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很多 可以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嗯 然后你没有任何 其他事情可以打扰你 而且那时候有一个很神奇的感觉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那种践行大会 所以同时有很多人走那条路 可是走着走着你也看不到其他人 因为大家的步伐都不一样啊 嗯 可是像刚开始的时候 你身边会有一些人 你会走着的时候突然觉得 哇 我身边可能有20个人 可是大家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嗯 但是同时大家又在一个不同的时空 因为大家脑袋都在想不同的事情 嗯 就是大家看这一片草原 有不同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我们很近 可是又很远 嗯 所以他觉得话好酷啊 其实就是我们在一个 喧嚣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是很孤独的 对 就是你即使身边有很多人 跟你在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每一个人脑袋 里面的构想的画面 他在想的事情 在link的东西 完完全全不一样 都是不一样 所以你说你是很热闹的 也是很孤独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些 觉察 应该就是我去那边的目的吧 嗯 然后走到最后 真的很痛苦 有人不是还要放弃吗 哦对 我们其实第一天结束的时候 同行的几个人里面 就有一对情侣放弃了 嗯 然后他们就搭直升机出去 我觉得蛮棒的 哈哈哈哈 嗯 我也觉得应该对他们俩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他们真的看起来很痛苦 嗯 然后像我自己的话 我是不太会轻易放弃 我会觉得 当你觉得自己已经不行的时候 其实你还可以 嗯 再撑一下 嗯 对所以 我还是会把它走嘛 可是我记得有 其实有好几个早上 我醒来的时候 我是觉得全身动不了 嗯 不是说痛到一个 觉得已经要死亡 对啊 我就觉得我只是下意识 可是奇妙的是 你今天还动了 对 可是竟然还把它走完了 嗯 我问你 是因为那个三温暖 让你就是 你觉得你可以走完吗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知道 你知道 就是总会有一个 有一件事情 摆在远方 就是你 嗯 你觉得 哦 我可能过了这个关卡 就可以获得一个什么 就像打电动一样 嗯 嗯 过正常我们可以获得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这可能就会成为我 继续下去的动力跟力量 我觉得 一定是 但可能不是伤温暖 啊我开玩笑 我开玩笑 我开玩笑的 可能是 我真的把它走完了之后 突然发现自己是可以走完的 那在这段 北欧的又痛 又美好的 践行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 应该就是 当你觉得你走不下去了 其实你还可以 对我来讲是一个 嗯 应该怎么说 就是 很需要 的一个 启发 嗯 或者是 我觉得我也会很 把它用在我的生活当中 嗯 就是生活当中 常常会有很多 可能不顺心 或起起伏伏的事情 然后有的时候 可能我们在低潮的时候 会觉得 啊难道就这样吗 或者是觉得自己 不想再努力了 可是因为就是像在 圣灵里面这样子的 践行 它带给我的启发就是 如果我们愿意往前走 就即使觉得身体很痛 很累 但是只要不停下脚步 就还是会倒 嗯 嗯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你要不要去走 呃我不要 谢谢 马上秒拒绝 哎可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 尤其是 我觉得是 深度的旅行 就像你 譬如说到世界各地 有点类似像 流浪的那种感觉 嗯 我突然觉得 有一件事情 也许是 一个很迷人 是因为 通常我们在自己 的生活当中 很多事情是 我们很执着 我们很想留下 嗯 我们拥有的美好 我们就想要 希望它更美好一点 或希望它留了下来 更久一点 可是对于你来说 你每一天都在失去 每一天都在道别 每一天都在跟 不同人见面 每一天都在 不同的地方醒来 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 就像你跟 那个谁 Simon 那个马 那只马 道别 的那个故事 很难过啊 我看我也觉得很难过 对 可是 难过了 很多次之后 因为 真的每一次的道别 都 不会因为 你道别过很多次 就变得比较简单 可能点多比较习惯 但还是会 很难过 我那天看了 反正就今年发生很多事情嘛 然后演艺圈也有 一些我们的共同朋友 然后去吃了 我那天就看到Gigi 就是我好朋友Gigi 在 在 他自己的IG上 写了一段 我一看我又秒哭 我觉得 道别这件事情 就是无论你 年纪多大 你经历过多少次 还是觉得讨厌 对啊 其实无预警的道别 真的 可是 经过很多很多道别之后 现在 其实 会能够练习 用不同的方式 去看待它 就像 书里面有写到那个 墨西哥的亡灵节 它其实带给我 很大的启发 就是有点为我的 人生观里面 开另外一扇窗的感觉 就是他们面对 死亡跟失去的 一个心态 像对我们来讲 其实 死亡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情 甚至是一个禁忌 然后大家不会想要谈论它 甚至就觉得它 非常非常的悲伤 当然是 但是像在墨西哥 他们面对可能 亲友的过失 他们会相信 他们的灵魂永远都在 所以他们会 比较 focus在 曾经永远的美好时光 就是用一个 比较 该怎么说 比较 是在 好好珍惜 每一个当下 那种感觉 去过生活 然后 知道 一个 生命是 离开的时候 他们相信 他们的生命 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在延续下去 所以 就是不会 把那个 悲伤的情绪 就是 暴露的太久 反而是会转化成 一种 思念 就是快乐的思念 这样子 没有啊 因为其实 今年2020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其实我觉得 在各个大社群 媒体 或是你身边的朋友 最对我人在分享的 就是2020 给我们最大 上了最大的一刻 就是我们必须要 活在当下 爱要及时 爱要及时 活在当下 这些话 我们其实按照 字面上意义来讲 我们都懂 可是 真的有几个人 能够做得到呢 旅行对你来说 譬如说 你一直不断地 在旅行 在旅程当中 你就算你现在 面对一个 你真的觉得很投缘 然后跟他讲话 好有意思 然后这段旅程陪你 其实每一段旅程 他都会有 他应该要出现的时候 跟他应该要消失的点 就像书里有写到 我真的开始觉得 每个人的陪伴跟缘分 其实都是注定好的 就是已经 都是有限的 不管是家人 父母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们 他们可能都 元起元灭的时候 不管他们是 以什么样的方式 出现跟离开 可是呢 重点是在我们 教会的那个时候 例如我们现在 就是面对面 在聊天 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 在那些时候 我们是真心诚意的 就够了 就是回头看 我觉得就不会有遗憾 这怎么会像是 26岁女孩 来讲错的人生道理 那个师父 对啊 你现在是不是要 要跟我宣扬佛法 可是我觉得 有意思的点在于 这些东西 不是你凭空自己去想到 而是你在这些旅程当中 认真去进入你的生命 你自己体会到 而不是你今天看了 很多什么书 很多资料 然后把它统整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 不是 因为你一直不断地 在做道别这件事 可是即使是道别 谁不伤心 每个人都会难过 可是如果你可以去理解说 也许他陪你的 就是这样 譬如说你每一段旅程 你要道别的时候 你跟那些伙伴们 每个人有接下来 他们不同的人生目标 跟方向 为什么在当下 你可以理解 可是摆在你生活当中 你身边的人 譬如说你男友要离开你 那谁谁谁 明天就不来了 什么什么的 你要如此伤心 我真的也是到了 可能今年才真的好好的 能够理解 就是缘起缘灭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我觉得 如果要失恋之类的 我可能也会比较看得开 有吗 真的吗 但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看得开 并不是说不能难过 而是就是 我可以理解 这是两码事 对对对对 就是你有什么 前面感觉的时候 就是好好去感觉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活在当下 可是当你感觉 完了那个情绪 经过你的身体之后 你能够理解 这件事情 其实 已经结束了 然后并不值得 你再继续把主意力 放在那个地方 而是要就是继续下去 因为前面还有很多 美好事在等着 前面还有很多 美好旅程在等大家 对 其实这本书 我觉得 很有意思 还有 当然我觉得 我私下会想问米卡说 到底在台北哪里有就是三晶半夜 可以洗头的地方 然后在台书里面有写 我心想说 诶怎么突然会跳这一篇 那 那我跟你讲 台北市三晶半夜能够洗头 到底带给你什么样生活的启发 但是我觉得 其实 不然是写作 或者是 我觉得让生活充满乐趣 其实就是透过很多的观察 跟自己的联想 所以那一天 我就是 很想要洗头 然后因为我 受伤 没有办法自己洗 然后就在家用笔垫工作到 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想说 我今天不行 我头很痒 我一定要出去洗头 可是你知道很多美髮店 都可能八点就关了 对啊 所以我去那边Google搜寻 然后就突然发现 有一家理髮店 开24小时 太扯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 去绝了 然后去了之后 那个 那个理髮店门一打开 真的是 又帮我脑袋开一个洞 嗯 里面真的很酷 你在书里面应该有看到 我等一下试一下可以跟你讲更多 是 所以它真的很特别 然后那整个过程当中 我的眼睛就是这样子 瞪超大 因为我在冲头的时候 老板还在旁边DJ 重点是哦 大家请去买米卡的书啊 留下来生活这本书 它里面就是 你很会去形容那些detail 就是让我很像看到那个场景 但当然你 很多不能说 你可能私下来来告诉我 重点是凌晨12点 还一大堆人打去预约 好 你先不要告诉大家 想要知道的 好不好 看一下她的书 然后可以思讯米卡 但是我待会儿 节目结束之后 你马上先告诉我 那个在哪里 因为我也很想要 凌晨2点去洗头 好 广告之后 其实米卡今天跟我们聊了很多 跟旅行有关的 她的记忆 她的体会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 大概只有讲到二十分之一 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也请大家可以去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叫留下来生活 广告之后 你要帮大家点一首歌 送给听众朋友 好 待会儿马上回来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阶段 我们要请米卡 帮大家点一首歌曲 送给听众朋友 你要点什么歌呢 我想要点的这首歌是 Conan Gary的Idle Town 然后它其实是一首比较 一首比较indie 比较独立的歌曲 是 然后我会选这首歌是因为 每一次只要听到这首歌 或者是开启YouTube看它的MV 就让我觉得有一种 很找回初心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它 这首歌 顾名其实就是一个小镇嘛 然后其实MV就是一个 很年轻的男生 然后跟他的一些朋友们 在一个小镇上面 跑来跑去 然后在那边玩 就是一个很单纯 很单纯的景象 然后我觉得我们在 大城市里面 颠沛流离 有时候会觉得 焦虑 或者有时候会 不是觉得跟别人比较 或者是在想说 自己要怎么更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很容易会迷失自己 可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 我就会 感觉好像 一条河 就是有把心洗干净的感觉 很棒耶 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 没有 因为我就是觉得说 透过我访问不同人 然后跟大家分享 不同你们来分享 更个不同的歌 然后也许大家可以 透过这首歌 因为 因为如果今天不是你介绍 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 都没有听过 那也许大家听一听 搞不好你真的可以 找到或是想到 你当初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为什么热爱这件事情 为什么是 很热爱的东西 你现在不做了 或是 曾经的觉得很美好 但是现在觉得很乏味了 也许可以透过这首歌 可以找到 那样子的初心 那我们就来听听 这首叫做 Indeed 要怎么念IDOL 哦 IDOL TOWN 好 之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